今天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季节 你看今天就是都已经是春分了吧 咱们东北这已经受到一点春天的气息了 可不是嘛 早晨一拉窗帘 这里边有点装修的味 我说你家里边一拉窗帘就觉得春光明媚 不过还是少了一种燕子家加入洋花处处飞的那种 还没到时候呢 不过你要想看燕子倒是有 而且还是一只小燕子 在哪 就是昨天这小燕子已经唱着歌翩翩的飞来了 你说的是那歌小燕子吧 不是 我说的是小燕子李盛 就是那新版欢珠格格里那小燕子 大大的眼睛 这小丫头还会唱歌呢 对啊 你听听就知道了 傻傻爱你 来我们掌声过去一下 傻傻爱你 傻傻的光着天空很深 傻傻的愿望 我的世界还是要光碰你 这首《傻傻爱你》是李盛个人首张专辑 Oh My God 唯一一首独唱歌曲 作为音乐选秀节目激情畅想的加油大使 他对自己的演唱满意吗 不满意 因为我没听到 就没听到声音 然后就突然进来了一个那个就是音乐 然后就抓到半天那种 但还好 2011年随着新版欢珠格格的热播 这个大眼睛的湖南妹子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 其实从04年踏入演艺圈以来 李盛一直扮演着各种配角 却一直默默无名 如今凭借新欢助理小燕子的角色 李盛一炮而红 但她却表示自己最初的梦想并不是演戏 其实从最开始 接触这个圈子 最开始我的初衷就是想做歌手 对 然后演戏是后来机缘巧合慢慢的 就是有这个缘分开始演戏 2011年9月 李盛签约滚石唱片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 今天李盛的首张个人专辑 Oh My God正式发售 11首单曲 大部分是李盛出演电视剧的主题曲或插曲 何炯张瑞等也倾情加盟 能看到大家为了这样专辑付出了很多努力 然后也做了很多尝试 所以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吧 但是就觉得大家努力做了 好好的去做这样专辑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开心快乐的感觉吧 唱的还是不错嘛 对不对 你没听李盛说吗 他最开始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歌手 是机缘巧合才做了演员 做了演员才有这么高的人气嘛 现在发了专辑 怪不得咱们这个辽宁卫视机型畅响第二季 都请来李盛做加油大使呢 昨天李盛在现场来了几句轻唱 机型畅响的评委阿朵老师就说了 他是属于冒充演员 实为专业歌手 评价太高了 咱们也祝愿这个小燕子 能在以后的演艺之路越走越顺 顺便还给咱们的这个辽宁卫视机型畅响去打打气 对 昨天那是机型畅响第二季的启动仪式 我们又要开始寻找中国最好听的声音了 十大唱区三十个城市联动 说实话那规模老大了 所以有音乐梦想的人赶紧报名 好我们欢迎